法定人數不足 都是大家今早來這個記者會 稍後行政長官會先向大家發言 之後接受大家提問 因為疫情關係 請大家在記者會中盡量保持距離 我們現在會先請行政長官向大家發言 各位傳媒朋友、各位香港市民早晨 先跟大家講講有關於特區政府的防疫工作 過去兩個星期本地個案是清零的 我們最後一宗本地未有源頭的個案 大家都記得了 就是一位員工在機場的貴賓室 但遊行這個個案並沒有引致到 在社區有任何感染 包括他的家人 所以說明香港市民在個人的防護工作 是做得非常好的 沒有了本地的個案之後 所有每天大家聽到的確診的個案 都是輸入的個案 沒錯 其中多種確診的個案 那位人士是完成了接種疫苗的 但仍然都是確診 說明打疫苗是有用 不過也難以防止完全沒有所謂的突破 這些叫做breakthrough cases 但從百分比來看 不是很高的 大家都知道我們每天在機場進來 都接近一千人 現在平均 我想14天以內 平均輸入的個案是5宗左右 其中有幾宗都曾經接種疫苗 不過這些確診的人士一般都是沒有病徵 病情是很穩定 甚至現在醫院管理局裏面有70多位 絕大部分都是輸入個案的確診人士 應該全部都是情況穩定的 有一位嚴重應該是早前的個案 說明打針是有用 打針可以保護自己 即使在外游期間確診 感染了一個病毒 亦都不會有一個嚴重的發病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 尤其是對於長者來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世界上的證據都顯示 長者沒有打針確診了 是相對會是病情嚴重 死亡率也都會相對很高 接著我就說說打針的工作 我們的接種計劃 到今天都超過了半年 以昨晚來計算打了手劑的合資格 香港人大概是60.6% 我們曾經是早前有一個叫階段性的目標 希望在暑假結束 學校開課之前做到七成 不是說七成就是一個終結的目標 只是一個階段性的目標 因為想配合學校可以更加安全地開課 由現在到下個月 九月底 現在8月31日我們肯定做不到 明天開學了 所以現在都是60.6% 所以我們都達不到原本的階段性的目標 希望再過一個月都可以做到 就是由現在到九月底 是否能夠將接種疫苗以手劑計算 就是提升到70% 但要做到這個比率都似乎現在的趨勢都不是很樂觀的 因為要做到這個目標 因為要做到這個目標 每一天大概需要有二萬二千個人次去打第一針 大家知道我們過去這十天八日有時候低到兩萬針都打不到 而預約去打針的人數也不是很多 不過希望有一職日醜之後 有更加多的學生或者長者會拿職日醜來接種疫苗 所以正式來說 任何地方的目標應該是應打盡打 就是說除了它是有健康的理由 經過醫生評估不適合去接種這個新冠的疫苗 都應該為了保護自己保護家人和盡公民的責任 去按照政府的要求和安排接種疫苗 等到我們整個社會有一定的防護的屏障 目前來說我們繼續推動打針的工作 是需要很聚焦的 看看哪些組群是需要加大力度來推廣 早前我們已經特定了一些群組 對於這些群組來說 你要打針 要不然就需要定期來接受病毒檢測 而且要自己自肺 所以就有一點吹谷的作用 這幾個組群我今天跟大家交代一下 他們的成績 都是以手針來計算的 整體公務員的手針比率已經是91% 醫管局是93% 而醫管局裡面的醫生甚至是99% 護士是90% 安努院是80% 官校的教職員是90% 但留意是官校 我們不是很多間官校的 所以接下來我們認為有三個群組 是需要繼續落力去推廣 甚至去催促這些群組的人士 要盡快打針 第一個是工作人口 工作人口的年齡分佈 應該都是65歲以下 因為他們日常會接觸很多人 他們上班的時候也會坐公共交通工具 所以他們的流動性和mobility 是高於長者或小朋友 所以工作人口是要繼續推廣打針 我們會用盡我們的方法 就是到會或者去一些大的企業裡面 也都要求一些企業 再提供一些誘因、掌賞 或者又有少許好像我們的做法 你如果不打針 你就必須要定期檢測自費 來達戰這個推廣的作用 第二個群組就是學生 現在說學生是12到19歲的學生 現在他們打了也不是很差 有50%群組打了 因為12到17歲是後了一段時間 才被他們打復必泰 但是最重要是長者 長者的接種率是很低的 以超過70歲的長者為例 只有30%是接種了疫苗 80歲以上就更加少了 而院友 即是住在安老院舍 或者殘疾院舍的長者 就更加低 只有1成 所以長者是一個需要大家 共同努力的群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暫時不會再去做一些很強制性的措施 但是必須要動員更多我們去打針的資源和能力 讓我剛才說的群組可以盡快來接種 明天就是開學日了 我聽到很多學校說 暫時都沒有什麼條件可以做全日制 換句話說都未達至指標 要全校教職員和學生一個百分比打針 但我希望隨著開學 學校當局或者教職員都能夠見到 讓同學回到面售課程 對於他們的成長是非常重要 所以都是要繼續去推廣接種疫苗 我留意到最近世衛給的指示 都是說教職員一定要優先打針 因為經過了20個月 見到很多地方的學校時開時生 我們也是這樣的情況 同學沒有了面售課程 沒有了學校生活 不僅對學習有影響 對他的身心健康成長也是有影響 所以我們必須避免這個現象再出現 幾間大專院校都在採取我剛才說的 要求進入校園的教職員 學生需要接種疫苗 否則需要自費來對病毒檢測 對於推動長者的接種疫苗 我看來最重要的是要解說 要他們放心 也要他們覺得方便 所以現在我們除了有即日醜 有外展隊 也都是聯同地區的機構辦一些健康講座 解釋了新冠疫情 打針有什麼好處 不打針如果發病的情況是怎樣 然後職場如果他願意打針 我們也有這個能力跟他打針 好了 接下來我想說說入境的情況 近日很多商界的朋友都說 我們入境的要求是過分嚴格 甚至會影響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或者商貿中心的地位 甚至是有些怨言的 但我在這裡必須強調 這種嚴格的外防輸入的政策 是有它的需要 因為現在全球新冠疫情仍然在肆虐 每天整體有七八十萬個個案 有些地方以前是管得好些 現在也是有一個爆發的情況在這裡 尤其是今次這個爆發 很多都是Delta 我想科學家都說了 Delta傳播性更加高 所以我們如果鬆懈就會出現問題 尤其是看到越來越多國家 是採取一個和我們有些不同的政策 就是所謂與病毒共存 它就會很容易在地區 在它的社區有感染 然後又輸出這些個案 所以如果香港特區不是嚴防 輸入就會有很大的風險 輸入了確診個案 儘管我們用了最嚴格的外防輸入措施 我們可以阻止它進入社區 即是我們可能在機場的檢測代行 或者在它強制檢疫期間 去識別它出來 但是大家可以想像 對於醫院管理局是很大的壓力 有一段時間 醫院管理局的住院人數 已經剩下30個左右 即是在確診的個案裏面 但是現在每天5個、6個、7個都飄升到70、80個個案 幸好這些個案因為很多人打了針 都比較穩定 但是你可以想像如果是嚴重的個案 又回復到我們很早階段 醫管局的隔離設施也不夠 甚至深切治療部的床也不夠 這個現象 所以我們現在的工作 是必須要控制輸入的個案 從而減低病毒在社區傳播風險 以及減低對醫管局帶來的壓力 我們的做法都是科學化的 我們一看風險評估 現在每一個地方 我們分了A、B、C 究竟它那個地方病毒的傳播 它的個案 或者它現在採取什麼政策 它是放手的政策 還是很嚴謹的政策 我們亦對於高風險的地方 香港是暫時不批准非香港居民回來的 但是我們不可能不讓香港居民回來 所以要想辦法 讓一些在最高風險的地方 香港居民都可以回來 所以打針是一個途徑來的 就是要求這些來自A組的國家 或者地區的香港居民 是要完成了接種 然後才可以回來 於是這個引申的問題 就是那個接種紀錄 是否是可以被確認的問題 所以我們亦都是 就著A組的國家 除了它已經是屬於這個 有一個叫做SRA 即是Strategic Regulatory Authority 主要是歐盟的國家 美國的國家 以及內地 以及香港自己發出的針卡 以至到澳門之外 我們會逐個國家幫他們談 所以A組的十幾個國家 我們會逐個國家跟他們談 等他們告訴我們 他們自己的國家 是用哪種的針紙 哪種的針卡 我們看完就可以了 我們就會發放 令到前線的機組人員 因為他們上機之前 要提供這個針卡 以及入境之後 我們的同事都識別 這個是拿著一張 可以接受了疫苗接種的紀錄 但由於最大量的香港居民 所謂滯留在印尼和菲律賓 所以率先是和這兩個國家 香港的總領事談 很高興在兩個國家的總領 和他們自己的政府 相關部門的支持之下 也提交了這些資料給我們 可以承認在菲律賓和印尼的 疫苗接種的紀錄 但這個做法不可能 只是適用於外用的 所以早前是有些誤會 為何在A組的香港居民回來 還要分為外用還是非外用 這是在溝通上出現的問題 其實上星期我親自都和總領事 澄清了 不過在溝通上 他們不知為何 這麼久才可以 昨晚才來澄清 這是一個政府和政府的行為 我們特區政府和這些A組裡的政府 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泰國 我們談了承認那種針 所有香港居民都可以同樣 以這種打了針 有了被承認的針 當然回來 當然回來 仍然是需要一系列的防疫措施 包括在一個指定的檢疫設施裡 進行21天的檢疫 現在又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些檢疫的設施量不夠 因為在外面等回來的 香港居民數目很多 特別是外籍員工 據說有幾千人 在菲律賓和印尼這兩個國家 要回來 他們的僱主等著他們回來 照顧家人 無論是長者、小朋友 或者是讓婦女可以出外工作 某程度上 我們是要讓他們逐步有罪回來 因為不能夠一天 每個人可以訂到機票 就回來 也是我剛才說的問題 如果一天回來 兩千個 幾架機就可以接兩千個 就是外籍員工 或者滯留在A組的國家的居民回來 用回我剛才說的 大致上 每次回來 都起碼有五、六個 的時候 我們每天就多 不少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 讓他們逐步有罪回來 那怎樣可以逐步有罪呢 當然配額是一個方法 不讓飛機飛是一個方法 但是我們選擇了 用酒店 你如果能夠訂到一間 特定做這類外籍容工的檢疫設施酒店 你就可以回來了 因為你上機的時候要證明 你是訂了這個酒店的 這是一個現實的安排 所以不是說我們特意不去找酒店 或者有些酒店說我都想做 不過政府不讓我做 而是酒店的量 是某程度上來達至逐步有罪回來 但事實是 現在的量是不夠的 就是四百個房間 所以我今天就公佈 我們打算是開放築高灣 這個檢疫的設施 築高灣有三千多個位 隨著我們沒有本地個案 也沒有什麼所謂緊密接觸者需要檢疫 是有這個空間可以做一個 給外籍容工回來的檢疫設施安排 很感謝政務司司長 在上星期周末 他統籌了有關部門 去看了一次 究竟如果要用 竹高灣的檢疫設施是怎樣用呢 亦不想有交叉感染 現在我們決定了 用竹高灣檢疫設施的第一期 第二期 分開來做這一類防疫的功能 這兩期大概有接近八百個單位 大家如果去過竹高灣都知道 每個單位都不錯的 都好像一間酒店房似的 我們也都只會用一個收回成本的價格 來提供這接近八百個單位 給外籍容工回來 在這裡進行二十一天的檢疫 初步的計算或者我們的指標 就是這個收回成本價 每天是不會多過五百元的 但實際的數我們會計算 如果計算出來的收回成本 是低於五百元 我們就會收低一點的數 因為政府是不會應該賺錢 我們只能夠收回成本 但由於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要重新安排一個 訂竹高灣的單位的制度 和電腦系統 又要安排人手 因為我們打算是自己營運的 就是用我們的民安隊 或者其他的部門來營運 也都要安排保安、清潔、膳食 所以現在我給他們的指標 是九月下旬 大概距離現在三個星期 我們就可以開放使用 但當然開放使用 不等於它不能早些開放 來預訂 這個讓我們的同事 有一些詳細資料 再跟大家說 我在這裡要重申 其實很多商會 在香港 其實最想通過內地 因為這些海外的企業 用香港 往往是因為它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進入去內地 他們在這裡有個區域的辦事處 來到亞太區 或者中國的辦事處 是需要進入去內地的 這個也是有個別的商會 反映給我的意見 所以當我們大家的目標 都希望能夠盡快通到內地的時候 就更加需要外防輸入 你可以想像 如果香港打開門戶 就每天有很多個案來 亦都容易走入社區 我們是很難說服中央 是讓我們通內地 就是說免檢疫進入去內地 因為這個會為內地 帶來一定的風險 所以現在爭取 希望我們能夠更加堅守 外防輸入這個政策 打枕 去到一個更加高的比率 可以在內地方面 爭取又是逐步有序 來通關 跟著我想說說 在經濟方面 上半年的經濟是明顯回升的 你會看到本地生產總值按年上升 有7.8% 失業率也持續下降 到最新的三個月的季度 是5% 市面上的情況 亦都開始活躍 我們的貿易貨物的出入口 甚至是創歷史新高 所以整體的經濟是復甦得不錯 所以市民要對香港有信心 香港的底子好 我們是有優勢的 所以環境比較穩定 無論是政治環境 或者是疫情的環境穩定 香港的經濟是會再次反彈的 但是儘管如此 有一些企業 特別是中小企 他重整他的業務的過程 都需要有一段時間 所以我在諮詢施政報告的期間 都有不少人士提出 政府早前提出了一些寬免的措施 即是減租或者豁免的措施 是否可以再延長一段時間 因為他們大體 都應該到今年內就會結束 有很多都是今年10月底就會結束 所以希望政府能夠延續這些早前寬免的措施 行政會議在上個星期正正通過了一系列的規例 因為很多都是法定收費 規例將它延續 但是真的很奇怪 沒有報紙報道 也沒有傳媒報道 所以容許我在此 簡單重複這一系列延續輸減的措施 讓廣大的市民都知道 他們可以給一些商界 特別商界的朋友 是會知道這次他們會受惠的 我們對於現行豁免的寬減期延續 是有不同的 有些會長些 有些會短些 基本上有些是四個月 有些是去到十二個月 換句話說 現在公佈的寬減措施延續 最長的一批是延續到明年的十二月底 整個2022年有相當的寬減措施 會繼續持續提供給有資格的企業 這些豁免的寬減措施是為及多個行業 特別是受影響嚴重的行業 包括航空、海市、物流、魚龍、零售、飲食、建造 以及旅遊和娛樂業等 全部都是它本來要交錢給我們 我們說你可以不交住 交少一些 估計令到政府減少的收入 是一共三十四億元 這也是這一批措施的總值 其中我點幾項 就比較多些人受惠 第一就是我們現場多額外四個月 非住宅用淡水 我們會減收75%的水費和排污費 這個對於餐飲業是很有幫助 對於一些商用車輛排照費用 或者驗車的費用 我們會延長豁免一年 對於一些小型工程成建商的註冊費用 我們也會延長豁免或者減免的收費一年 對於一些做電業承辦商 或者電業工程人員註冊 或者註冊續期申請的費用 也都是延長減收一年 以及在政府物業裡面合資格租戶 以及在地政總署核下 合資格的短期租約 即是short term tenancy的租戶 無論是租金或者豁免輸 我們提供75%租金和費用的寬減 延長多六個月 這一批是上個星期經過行政會議通過的 今天我會再公佈另一項相關的措施 就是有一些小型的企業 它是租了政府的地 來到譬如做停車場 或者租了我們的物業 往往到期的時候是需要重新招標的 即是我們不會給你利用 一定要重新招標 一來公平 二來可能反映市場的價格 但是這個就對於現有的租戶 在它重整業務的過程裡面 是一個很大的困擾 即是我本來看到有多些生意 不是呀 政府又說收回地 收回舖 來重新招標 所以現在我就公佈了 就是會容許這些現有的租戶 按現有的租約條款 逐租 至到明年的三月 即是另外多六個月 我們估計大約有四百份 這些政府土地的短期租約 是透過招標出租的 當中為數不少 是快到期要重新招標 所以現在暫緩了這個招標 即是公開的招標 就可以給它們有一定的穩定性 亦都可以緩減了它們在經營那方面的壓力 另一個上星期公佈的措施 一直是延長到明年的六月三十日 因為這個百份百的擔保貸款計劃 是及時雨來的 亦都廣受中小企的歡迎 我們其實已經多次的延長了 現在再延長去到明年的六月三十日 截至到今年的七月底 在這個百份百的擔保貸款計劃下面 批出的申請貸款已經是接近六百五十七億港元 為及超過二萬五千家企業 以及超過三十萬相關的員工 繼續延長 相信是有效舒緩中小企的資金的壓力 但由於延長了 我們的承擔額也要增加 原本應該是一千八百三十億元的承擔額 現在我們會為它提供額外的三百五十億元 即是說這個中小企融資計劃的 擔保計劃的總承擔額 將會高達二千一百八十億元 希望為中小企的朋友 都提供一定的舒緩 好 今天講到這裡 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現在提問時間 請希望提問的記者先舉手 叫他之後 先介紹傳媒機構 然後用我們給你的麥克風發文 前排白色三位 一對記者 林太你好 NOW TV 想問一問 首先就是 月中有明報報道 政府高層指示一些公營機構 停聘AO 想請問一下消息是否屬實 你自己本人或者其他問責官員 有沒有下過相關的指示呢 第二條問題就是 關於早前立法會議員鄭松泰 就是過不了資格審查 就沒有他的立法會議席 理據資格審查委員會 是沒有公開過的 對他本人來說 是不是公道呢 還有對一些未來 還想參選的民主派來說 其實很難有什麼參考作用 日後他們還有多少參選空間呢 最後就是想問一問 有報道指 可能政府日後會收緊一些 進入處所的規定 沒有打針的人 可能連交通工具都不能回答 其實這些消息 你又可不可以澄清一下 政府會想收緊一些進入處所的條款 去到哪一個地步呢 第一個問題就是 據我所知就沒有 不過我就不介入公務員的管理工作 你需要可以跟念德權局長澄清 我也覺得不會有的 每個人有工作的自由 這個是基本法保障的 加入了公務員的行列 我們當然希望他可以有這份使命感 繼續服務社會 但是如果他想在外面 尋求更加好的發展 我們沒有什麼理由可以阻止 也沒有什麼能力可以阻止 他放下封辭職信 或者給夠通知 或者補錢給我們 他可以離職的 所以沒有這件事發生 第二個問題就是 在今次選舉委員會 戒別分組的過程中 首次援引在法律上 這個也是落實 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了 附件一附件二 有一個資格審查委員會 由政務司司長到擔任主席 也有三位官員三位社會的人士 關於你提的個案 是一個唯一的個案 今次資格審查唯一不能夠確認的個案 就是這個 資格審查委員會 按照人大常委的機制 在本利法律也有這個條款 向國安委 由我擔任主席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委員會 尋求一個意見 我們也是按照早前公開的程序 就是我們請警務處 國安處做了一些調查分析 然後我們就作了一個判斷 國安委作了一個判斷 出具了意見書 是被資格審查委員會 這個個案是不能夠通過的 但大家都記得 國安委的工作是不予公開的 而國安委出具了意見書 被資格審查委員會作了的裁決 即是不能夠通過資格審查 從而沒有這個候選人 或者他是一個當然委員的資格 也都是不予上訴 但是在過程裏面 我相信那些人士也有說 我們是有問過 是有提供了我們掌握資料 給他回歸一些意見 我們這樣提 所以這件事也是很清晰的 都是按照早期 我們通過一條法律 叫做所謂負面清單 和正面清單來做 這兩個清單都是很清楚的 我們也一定是掌握了證據 才在國安委作了這個決定 然後交給資格審查委員會 來作這個決定 第三個問題 目前來說 我們沒有任何的計劃 就是將進入一些地方 和打針直接掛勾 但當然早期我們是有一個 或者現在都適用的 就是一個vaccine bubble 一個如果是接種了疫苗 有一些的處所的營運是比較放寬 這個也是一個安全考慮 比如餐飲業 如果是員工打針 顧客打針 其實已經可以很正常運作了 這個所謂D類的餐飲業 所以近日社團都多了一些活動 就是這樣 但是你說完全拒絕一些人 進入一個處所很硬性 現在沒有這個考慮 但是去到什麼情況 可能迫不得要作這個考慮 就是如果有另一波疫情來了 現在我們第四波完結了 那麼兩三個月我們都頂住 就是沒有再有新一波的疫情 如果很不幸 有第五波的疫情來 但是我也不想 就是又是要關閉很多東西 你記得我們說過 自從四月開始抗疫新路向 希望持續保持這個社交配例的狀況 不要時開時山時鬆時緊 特別是學校 如果又停了面授課程 就對學生影響很大 我剛才說了 所以去到那個情況之下 要讓有些處所包括學校 可以繼續有面授課程 到時用什麼來劃分 恐怕可能就是 你有沒有接種疫苗 有沒有了這個保護 你才可以去進入 繼續在這個學校 接受面授課程 繼續去參加活動 但是暫時沒有一個推行的計劃 和時間表 下一條提問 又有什麼後排 各位女記者 Hello Mrs. Lan 這是從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he first question There have been more people saying that Hong Kong's border with the mainland won't reopen until after the Winter Olympics Could you verify if this could be a possibility If so, how can Hong Kong's economy survive without reopen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world The second question What's your take on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alliance behind the June 4th vigil How do you see the criticisms over the crackdown of the civic society The third question You just mentioned about Zheng Chong Tai's case But the government gave no reasons or clues on why he was disqualified So how could you give assurance to parties or other politicians in joining the upcoming elections while they are not clear about the red line Thanks OK Of the three questions First is I will not comment on any rumour or speculation But it doesn't make sense for an authority to stipulate that when or how the border will be open When I said border will be open And that's a shortcut to addressing the problem Because Hong Kong's border with the mainland Have never been closed Since January last year We managed to maintain Where at least the Shenzhen Bay land border And the Gang Suau bridge And of course the airport But as a shorthand to discussing this problem If that's what you mean So I will not comment on that sort of speculation But my response It doesn't make sense For us to predetermine situation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achieve That sort of quarantine travel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Because much depends on the COVID-19 situation So the utmost priority of Hong Kong now Is to control the COVID-19 situation Since more or less we have managed to achieve And attain zero local confirmed cases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Now the most important defence Is to prevent importation of cases As far as possible And also through rather stringent testing And quarantine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infected cases To go into the community And with that being built up Then that is the time That we could start to Have some quarantine trouble In a very gradual And orderly manner About reassuring the business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f you have read my last report The 19th report On how Hong Kong SEL government tackles COVID-19 Which was released last Friday And every time I send an English version To the business community Whether they are consul generals Or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ty I said therein that ye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want travel They want travel to the mainland They want travel back to their home countries And all over the world But the most important advantage of Hong Kong Is being the gateway into the mainland China Because that's a huge market Many companies have chosen Hong Kong Because of that very unique positioning Of accessing the mainland market So they have told me repeatedly That they wanted to go into the mainland To inspect their business To talk to investors and consumers So I explained to them That if that is our joint priority Then we should support and embrace The border control measures As far as overseas arrivals are concerned Because the more you relax On the overseas arrival The lesser you will have a chance To go into the mainland It's a very simple explanation Of the situation But I promise them That we will try to make our measures More humanistic whenever possible But to relax altogether The restrictions on arrivals It's not a wise move of Hong Kong Now the second issue about The actions taken by the police Und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Has a very important article Which is article 43 Which enables the police force To take extra measures There are altogether six extra measures Under article 43 And so as I have said many many times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s not a piece of toothless law It is to be fully implemented And used whenever necessary To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And to stem out any activities That will endanger national security So I am confident That the police is using this power properly Based on the evidence that they have And to ask for the information I would not agree with you In describing these law enforcement activities As a crackdown of the civic society We respect civic society Hong Kong has large numbers of NGOs And think tanks And research agencies Who are shouldering their civic responsibility In trying to improve Hong Kong situation But where there are associations Whether they are registered or not registered That exists in order to undermine Hong Kong's security Let alone to advocate independence Or collude with external forces To harm Hong Kong and the country That is not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condone So these are proper law enforcement activities Taken by the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In this case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Now about the disqualification of a person Who was supposed to be an ex-official member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This is provided for in the local legislation Which was enacted in May this year To implement the amendments to Annex 1 and Annex 2 Passed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And you should take comfort That there is only one such case Okay And in that particular case The CRC That is the Committee on Eligibility Review Has on Candidate Eligibility Review Committee Has sought the advic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 Which I chair And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e police force We have provided a view to the CRC And the CRC has taken that on board And decided that that particular person Could not meet the statutory requirements Lay down in law So he is disqualified And according to the law No in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Could be disclosed So that was the legal position But in another context In another piece of law We have laid down very clearly What do we mean by not fulfilling the statutory requirements For a public official The negative list and the positive list And in the course of interacting with a particular person About his qualification There is a process This is to fulfill the natural justice There's a process to show him the documents that we have The evidence that we have collected And give him a chance And all these processes have been faithfully followed In this case But we cannot disclose it In the last few days FUSH Hello Let's live I am I am Hor 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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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鼓励给他们 另外提到同内地通关方面 要努力在外防输入和提高接种率 其实在同内地相对的过程中 到底有没有一些硬性指标 或者去到某一些指标的时候 其实就真正是可以通关指入可待 而不是现在一直都好像没什么声气 另外就是其实现在高风险地区 只有可能10个左右的认可疫苗 刚才林太宁就说会和其他国家 逐个商讨 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和全部的 那么多地区商讨呢 A区那里 谢谢 三个问题 就要鼓励市民接种疫苗 是全社会的责任 当然特区政府是首要有责任 所以我们这半年来 是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开了很多社区的疫苗接种中心 也都有很多是外展上门去到的企业 我想你们见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叶德权 就差不多天天都在街上 就去探访这些做着这些接种疫苗的 但真的要市民要共同努力 其中一个群组要努力就是医生 因为长者就特别信医生的 医生告诉他是安全的 他就会安心去打 如果医生自己有猶疑 早期真的有 我行会成员林郑财医生 都告诉他早期的医生 就很保守的 这又不行不行 三高都不能打得针 现在慢慢医务界的医生都是帮忙 不过可以继续令到长者放心 另外就是长者的亲朋戚友 子女 可以跟阿嬷阿爺说 孙子想上学 如果大家都打了针 孙子可以整天上学 不需要留在家里来看电脑 所以是全民要努力 传媒也可以努力 与其整天都说 政府还有什么板斧 我请你们大量推广一下 叫市民来打针 指标跟内地通关 因为新冠疫情的情况 不断地变化 所以如果他订了某一个指标 但是大家的标准不同 也很难来做 所以到今天为止 就没有一个很硬性的指标 就是说你本地清零28天 或者每天输入个案不超过5 没有这一类的指标 因为情况不断地变 所以要看的是制度的健全性 还有是全球的疫情 如果你说现在全球的疫情 都像香港那样 那就放心了 大家都很放心了 但不是的 全球的疫情还在恶化 所以我们会很努力 我相信中央是完全明白 港人热切期盼 可以免检疫回来地 尽管是逐步有罪 分批有库和配额的 他都愿意和我们考虑的 但这个工作要继续努力 第三 其实这个讨论不是那么复杂 我们在A组的国家 有些已经属于一个机制以来 比如英国 美国是一个机制以来的 在一个机制以外的那些 我们就和当地的政府透过本地 在本地的总领去谈 你那里是打什么针 是怎样打 是怎样证明他打了 因为香港的制度 只有一个政府疫苗接种计划 没有私人可以打到这个针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有人说我想打第三针 如果政府未推出第三针 是没有人可以在香港打第三针的 因为所有的疫苗 都是在政府的疫苗接种计划以内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个国家是用什么制度 从而令到我们可以接受 那个国家回来的人拿着那张证明 有时候一本铜档 有时候一张纸 有时候一张箱 有时候是一个电子板 就是属于 已经完成了接种疫苗 所以欢迎他们回来接受检疫 这不是这么困难 所以我相信食管局的同事 会接触这些总领 我就和他们谈 碰巧我上周五就宴请东盟十国的总领在香港 我在直上都是跟他解释了这个情况 因为当时还有一些说不是的 只是外用来得香港其他人学生不来得 诸如此类 那我就解释了不是了 另外也鼓励他们这个认可疫苗接种的纪律可以相向的 他不需要等我们逐个去找他 他也可以拿齐所有的资料 跟他当地有关的部门对接了 然后整套资料交给我们 我们看完这个就是了 那就可以做了 不过当然我们率先是照顾到需要拼用外用的家庭 所以先讨论了就是印尼和菲律宾这两个国家 两个总领都是很合作 很满意现在做了的 加上我今天提出我们会用竹高湾这个地方作为检疫增加接近800个量 希望能够让有很紧急需要的外籍容工要回来的家庭 可以在短期内可以欢迎他的外容回来 在这里我再说一句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现在唯一这间安排给外籍容工回来的酒店是值得表扬的 他就是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因为一开始接受预订就有很多很多查询 预订不了的当然会有些怨气 但是酒店的员工都是非常耐心解释 也都给我们很多资料 和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 让我们将来做我们自己的预约系统 也会做得比较妥当一些 所以在这里也代表香港市民感谢这间酒店 最后现在仍然是东京奥运残奥会期间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乒乓中取得了一个铜牌 但是无论取得到奖牌与否 我们的商残奥运动员都是非常结出的 我曾经先有两三次在现场跟他们打过气 包括2008年的北京的残奥会 就希望大家继续支持香港的残奥运动员 他们一定是用尽他们的能力来参与这个国际盛事 多谢大家